花蓮人現在需要的是麵包 但看到你們端出的是麵包屑 有一點緩不濟急啊 流程還有受災失業者 他需要減負的文件盡量簡化 這樣子我們才真的幫得到花蓮人嗎 上週三呢我們來看一下 上週三地震嗎 是 好但勞動部反應非常的快 勞動部馬上發了一個新聞稿 提到說假使是因為交通問題呢 不可以歸咎為員工的事情而遲到 雇主不應視為遲到或礦止 但是工資要照給 要看與雇主自己協商 部長你覺得如果一百個雇主有幾個 他會主動跟員工協商說 好我們這個是有心的有心的假期 報告委因為這個天在是不可抗力 雙方都不可規則 所以法律才會這樣規定 但是我想一般 雇主也是會 體恤勞工的話應該都會給 過去像台風也是一樣 很多雇主一樣 台風他沒有辦法上班 雇主也是一樣 自行協商 還是會有很多雇主給予這個 大部分都會 都會體恤員工而給予薪水 但實際上的話我想如果你沒有具體去規範 因為 其實我們天災的因素有直接規定 可是上週有許許多多的交通 其實是就是天災造成的 這一點也希望 部長未來可以考量進去好嗎 好 這我們來討論 再來呢 也這邊也要 鼓勵部長說 我們很快就啟動了天災零食工的措施 這個非常好 因為我們可以提高當地的經濟還有就業率 讓當地失業的受災者有工作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內容 左邊您講到說 提供每個小時一百八十三元 每個月最高補助兩萬七千塊 大約是這樣子 就現在整體通膨物價飆漲 您覺得這樣子的的時薪是足夠的嗎 報告委員這個應該 因為這個零工措施的 這是一定既有的政策 一般都是這樣子 對 好那其實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這個程序都很快 我們幾乎當天申請當天就核定了 因為這個 對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部長您知道您現在的這個 申請的受災失業者 還有社會型專案計畫 您知道現在已經有幾個人申請嗎 今天 我早上還特別查 我請署長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我們今天早上最新的統計 花蓮現在瑞瑟已經提出十五位 零工 那現在目前大概還有幾個 花蓮地區的相當人目前都還在盤點 所以寫出計畫的 我早上問是零嗎 還沒啊 寫出計畫的 只有提出申請要打零工的有十五人 這個 這個委員 其實目前這個零工這個過去已經實施了非常多次 其實現在地方政府其實目前都是很簡便 那個計畫不是要寫很繁雜的 其他就一個頁面 大概就是需要多少 大概人數大概就是基本資料而已 一些固定的範本 我覺得你們馬上啟動真的很好 但實際的狀況是 我去詢問我在花蓮的親友 他們有些人就已經房屋倒 他們很多房子是不能再進去了嘛 所以你要他申請計畫 他也是要找地方下載這些表格 或者是去鄉鎮公所 或者是去鄉鎮公所找這些表格 那個鄉鎮公所提 不是他 接下來呢 他們會進入一個經濟的寒冬 因為快要暑假 所以許多人已經被取消了訂房 因為本來很多人家長要帶著小朋友去玩 暑假花蓮是一個很旺季嘛 但是現在他們因為這樣子的天災 可能半年都還沒有辦法復甦 所以我在這邊是提供部長一個建議 不管是這個補助的金額 或者是這個申請的程序 您看我框起來這些表 都是一週內要完成 兩週內完成 一週內完成 這些時間加一加也要隔三個禮拜 再來您看受災失業者 他要提供的相關證明文件 其實也相對是繁瑣的 所以如果您可以把這個流程 還有受災失業者 他需要減附的文件 盡量減化 這樣子我們才真的幫得到花蓮人嗎 因為花蓮人現在需要的是麵包 但看到你們端出的是麵包屑 有一點緩不濟急啊 我們這個零工的措施 一定是從優 從數 從檢 其實需要的人 他只要向勞動部申請 立刻登記我們就合了 只是說那個鄉鎮公所 他們要提計畫 到底需要哪些工作 提供我們 那個也都是固定的一些 有一些範例 我們也都會協助他們 盡快能夠把這個 零工的措施能夠落實 讓需要的人趕快來工作 好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